大家好 自从5月份回归中国以后呢realme这个品牌的新机发布节奏啊是一环扣了一环啊 那如果不是对手机领域非常熟悉的消费者啊对他们家的产品布局啊应该是比较懵逼状态了 那简而言之那这次发布的X50基本上就是前代X2的5G升级版 但是这款手机呢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看点 那就是realme的创始人李秉中呢以前是OPPO开拓海白市场的大将 OPPO在两款5G手机发布以后呢大家普遍吐槽啊它的价格不亲民 而realme上来几班府全都是在主打性价比 所以很容易让人联选到realme会不会就是在OPPO支持下 跟小米抢夺线上市场的一张王牌呢 6.57寸的LCD屏幕 120Hz的刷新率 核心76G芯片 双孔前摄 侧面指纹 后置四摄 那这些配置啊全都完美的对应了更早发布的Redmi K30 但是Redmi这个5G先锋啊要等到1月15号才发货 而X50呢是当天发布当天上市 反逼K30呢也得提前到1月7号就发货啊避免粉丝们的倒戈 可见啊两家对标的火药味已经是非常的浓了 那K30的市场地位会不会因为X50的出现而有所动摇呢 作为一款入门级的5G手机 X50的机身的设计做工啊并没有高端机型那么烤旧比较厚重 那左边框3.6毫米 LCD屏幕的下巴呢也都不会太窄了 是6.46毫米 整个屏占比呢是84.2% 两个前置的开孔呢比K30要大一点 开孔边缘呢也有一点点发暗 机身厚度如果不算摄像头凸起的话啊 我们测量起来是9.2毫米 略微有点别扭的是啊 我们这台机身的顶部和底部有0.3毫米的厚度差 这样的话呢底部的厚度倒是能和官网的数据对上了 那中框呢磨砂喷涂质感还好 厚是厚了点啊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把指纹识别啊坐在侧边 X50把侧边指纹呢和开机键以及语音助手键集成在了一起 X50呢在按下开机键的同时就完成了亮屏和身份识别啊比较方便 那也可以在吸屏状态下呢直接呼出这语音助手啊 有一些指令呢就不用再通过识别认证这些步骤呢就可以直接执行了 那侧边的指纹用起来呢它有准确的一个定位 拇指可以盲按 从兜里边或者桌上拿起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完成解锁 比屏下要更方便 但是呢它是需要有较厚的侧边啊 所以呢也很少出现在一些高端机型上 关于765G这个性能啊 我们在上一期天玑1000L的那期当中啊就做了一些对比 那大体上呢CPU性能是85加的70% 那GPU呢是85加的一半 整合了高通X52的5G基带啊支持NSA和SA的双组网 但是X50呢比K30多支持了一个N79频段 有人说啊今年再发布的新机如果不支持N79频段呢 移动就不让它入网了 其实啊这是一个谣言 但是多一个频段总比没有要好嘛 说不定移动什么时候就启用了N79 因为我们还是在小米的黑名单上啊 也没有测K30 所以呢就在这期啊 我们讨论一下它们的共同的特性 就是120Hz的屏幕 今年啊绿场系呢掀起了90Hz高刷新率的风潮 也得到了市场上足够的认可 到年底的时候啊 我们都突然惊讶的发现 就120Hz竟然已经放到了2000块钱以下了 而这肯定是商业共商看到季后以后的即时跟进 那90Hz相对于60Hz屏幕的优势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120Hz啊 是否能够带来同级别的进一步提升啊 120是24和60的公倍数 所以呢理论上在播放电影和很多60Hz传统内容的时候啊 都可以整数倍的匹配 那这也是为什么iPad Pro以及几乎所有的高端4K电视 都会采取120Hz的刷新率 Rome用的这块120Hz屏幕啊产自GDi 品质呢还是有所保障的 但是我们也担心啊 它是不是通过了IC强推到120了 那高刷新率的作用呢 一个是要保证人眼看到的运动的连贯性 一个呢是要保证运动过程的清晰度 但是由于LCD的屏幕显示原理呢 相对于LED来说啊 高刷新率下还是有些会拖影的 我们用相机呢 分别拍摄120Hz的OLED以及120Hz的液晶 可以明显看到啊 液晶屏幕的拖影要更为严重 虽说120Hz的LCD屏呢 只能保证连贯性 但是啊无法像OLED一样 保证它的清晰度 120Hz有什么用啊 目前呢所有游戏都不支持120Hz 和平精英呢 也并没有给765G的手机啊 开放90Hz的权限 而网友荣耀等等多数的主流系啊 还都管60Hz就叫做最高的真理模式了 但是系统和软件方面呢 几乎全都支持120Hz啊 用起来呢会有明显的流畅度上的提升 但是我在长期的使用下啊 感觉它跟90Hz的OLED相比呢 多提升那30Hz的刷新率啊 几乎是感受不到 而拖影感呢还是能偶尔意识到的 那这也是ISPS屏幕的一个共有的特性 iPad Pro也是一样 打开120Hz以后啊 对耗电还是有所影响的 在我们连续几项的续航测试里边 开启120Hz以后呢 要比60Hz多掉了5%的电量 LCD屏幕呢也影响了手机的其他方面啊 比如说没办法做皮下指纹了 对吧 手机的厚度呢和边块有所增加 那单就显示效果来说啊 LCD呢因为仍然使用传统的RGB紫像素排列 所以同分辨率下呢 显示细腻度要好于Penta排列的OLED 但是在亮度对比度等方面呢 还是有所差距 跟同样LCD的120Hz K30相比呢 X50在亮度和色整上还是要稍稍偏弱一点 X50的后摄是16mm的广角 26mm的主摄 54mm的长焦 外加一个对焦40mm的微距镜头 组合起来的一种搭配 那主摄呢其实就是三星GW1和索尼 IMX686之间的对决啊 都是1.7分之英寸 6400mm像素 400mm合成以后呢 单像素大小啊都是1.6微米 白天啊双方的解析能力呢大致相同 放大到极限以后啊可以看出来 K30的细节要更松速一些 X50呢噪点更多 并且X50是在以P3色域存储文件信息的 在安卓没有完善的色彩管理的情况下 K30的SRGB方式呢更实用 那夜晚呢 X50需要手动开启夜景模式 相对于iPhone来说呢 效果都有所降低 那大体结论啊就是三星的GW1和索尼的IMX686 如果不是列文虎克式的对比啊 基本上是同级别的 人像模式呢 X50有肉眼可见的色色提亮和摩提 抠图呢明显也要比iPhone更好一些 ROOM的散景中呢光斑的渲染要更明显啊 但是不像iPhone可以在后期去调节它的虚化力度 视频防抖呢也是X50的主打卖点 由于主摄没有光线防抖啊 所以只支持ES电子防抖 我们也测了一下啊 稳定效果基本跟Reno3是一样的 要好于iPhone11 那基于超广角裁切的这个防抖Pro功能呢 目前还没有推送 同时啊 X50也支持Reno上的Wook 30W闪充 经过实测啊充电50%所用的时间是23分钟 充满的时间是57分钟 还是比较快的啊 系统上X50采用的是realme UI 1.0 但是我们用来用去啊 发现目前呢它就是基于安卓10的Color F7 那除了图标有色改变啊 系统的其他方面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说明realme想通过系统来走出自己风格的特色呢 还需要一段时间 X50呢同时支持杜比全景声 但是当你想听的时候啊 发现它只是单养生器啊 只能插耳机 但是当你想插耳机的时候啊 发现它没有耳机孔 只能用线来转接 但是当你想转接的时候啊 发现它随机并没有附赠转接头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就是你可以再买一个同时发布的Buds Air 我们做这些素描的时候啊 还并不知道X50的售价 但是呢已经知道了提前供货的Redmi K50 只有2599的芭蕉128的版本 如果不出货的话 那1999的价格呢就仅仅是用来卡位的 看realme X50的配置呢 可以发现啊 765G 4频段的5G 120Hz 4摄 视频防抖 物科快充 一样不少 具备足够的竞争力 跟Redmi硬钢的同时啊 也不小心打到了Oppo的Reno 甚至还多了全功能的IFC 仅在指纹上呢做了一些区隔 有人可能会避讳 把他们两个人做一起对比啊 但是我觉得啊 既然realme的slogan是赶阅极 那就应该不怕任何的对比和挑战 5G的争夺已经如此的惨烈了啊 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 才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 有换机冲动 高性价比的好产品 由X50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 全民5G的时代 到来可能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 过年给手机换一套新的壳膜呢 新年会有新西项 爱否开悟年货节 多款产品值奖优惠 手机壳膜两件套五折 水滴大呼边钢化膜呢 极致的手感 每次触摸啊都是享受 十付金额188 还可以获增一条C2C的数据线 下单就可以参与转盘抽奖 最高啊 可以得888元的现金红包 这个春节让我们陪你一起度过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投币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